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又到星期三晚 決戰中環 但不要以為呂王不在 麻煩呂王,跟大家帶個招呼 我的靈魂是在的 什麼肉身都在的 我陰庸遠在,這是一個原理的笑話 不要這樣說 各位觀眾上次問了幾個問題 我都回答不了 第一,貓貓去了哪裡 第二,女王去了哪裡 你知道我們是回答桌子 我們是回答桌子 女王才是主角,很重要 你們說這些話,你真是憲毀不義 麻煩女王跟大家講解一下 為何文聲不見已經這麼神秘呢 因為我的樣子實在太壞 為何我的樣子這麼壞呢 為何我會缺了幾天的嫁呢 其實就不是這裡出現邪惡老人 不是說笑 沒有人逼走 雖然這些案件重現都發生了很多次 好像是警訊 但我們是很和睦的 大家千萬不要亂想 大家之前說這些兩個 是不是打算去選 所以又怎樣怎樣 現在很明顯名單都出來了 各位,簽聲明和不簽聲明都沒有用 稍後看這個問題 是因人而異的 稍後講這個問題 我認為 大家現在關心不是時事 大家關心就是女王 不要說是私怨 是私人 為什麼 發生了這件事 有個網友提醒我 他說你仇家多 你說的要小心點 你那個不是私房菜 我真的不是私房菜 我是從事文化交流活動 由於我太多廢話說 就很旺場 我每晚都要跟人家文化交流 我過去三個月都天天交流 不是交溝,是交流 大家聽著 我懂得字的 有往有來 這樣交到我發生什麼事 就發覺 哎呀 粗勞過度 不是這麼簡單 我發覺為什麼這個鍋會掉到我的腳 然後轉頭 咦? 為什麼這隻左手會在一個熱的鍋裡 我發覺 因為我不知道我的手在哪 這麼嚴重 太煩惱了 因為我的左手沒有感覺 咦? 這麼慘 都說粗勞過度 連脊椎都是這樣 不用看醫生 那我就心想 沒有感覺很好 這樣 然後 我打算痛 不痛就更好 是不是 連脊椎都不用吃 誰都知道 就發覺 不是鍋 因為鍋炸不緊 就是剛才所說 掉到腳上 然後 手拿到300度的鍋裡 又不知熱 又不知熱 然後發覺 原來不痛也不行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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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發覺 好吧 去看吧 去看 然後醫生就說 這條頸椎就押住了你的左邊 所以就這樣 然後他就給你藥你吃 藥醫不好 你要做物理治療 沒錯 被人捏 捏到什麼粗口都說了 都飄了眼淚 都痛到賴 如是等等 然後呢 作為一個瑜伽老師的我 我打算拉筋 但是越拉越痛 但是不下妝 越拉越不行 You know why 原來當你開始痛的時候 就痛到很糟糕 太遲了 筋膜炎了 接著就到 這個事情的進展就是這樣 即是沒有做熱身就落場那隻 然後緊接著這個樣子太衰 我只不忍 咬到 所以呢 不是喔 為師公 不是喔 不是喔 還是這麼漂亮 你們兩個不要這樣 應該就說 呂王不想傷了各位的心 這樣也說不漂亮的話 那外面怎麼辦呢 我們明白了 非常明白 所以呢 今天呢 我就完美示範陰庸院座這件事 嚇到很多聽眾 嚇到很多聽眾 各位觀眾不用擔心 呂王依然明驗照人 不過他以為 稍微跌溝就已經不滿意 那麼阿哥的要求不同而已 完美主義而已 如果呂王說不滿意 我現在馬上跳樓都可以 其實呢 你們兩個是心底好的 我們明白的 那麼呢 今天呢 講到這裡 大家珍惜身體健康 大家健康很重要 也多謝幾個網友提供了 不同的骨衣啊 脊衣啊 盲人推拿啊 脊衣我也有 你出聲喔 揮手驅 我現在感覺到手在哪裏 那呢 就 之前是痛 開始痛的時候是痛到睡不到的 就是想死的 但事實上是這樣 但是OK 現在就有治療著 還有吃藥就OK 不過就 吃藥 治標不治本 什麼都齊 還有呢 另外一個網友 提供了一個120歲的 印度人稅 印度人稅 他還說好死不滿意嘛 不是啊 他說他一輩子第一次頭痛 第一次被人檢查 是呀 做完美的情況 每天都不能脫掉 是呀 而且他看上去像60歲 像60歲 是啊 他故意扮老成自重 撞你鬼 他的身體機能是40歲 120歲的人身體機能是40歲 他是什麼儒家大師 那樣子 扔心 所以阿姐我這幾天呢 就除了 被人不斷拔骨 捏 吃藥 我就日以繼做瑜伽 我很快回來了 女王做瑜伽之後 還要前身 還有很多 找吃的東西要搞 你怎麼脫身呢 不是啊 所以我休息了 這個禮拜 我下個禮拜會回來的 大家 喂 真的休息了 要不要再休息一會 其實應該要收拾好 很惡化就可以了 都說了 這些年輕女的病 就是我們沒有份的了 那倒是 真的 操勞過渡 什麼時候輪到我們呢 兩個 你們兩個 睡了 你們兩個懂字的 我想問一下 陰庸圓的圓字是哪個圓 啊 就是大圓 大圓 是不是女字是哪個圓 不是 不是 好像一頂帽子 那個 上面沒有什麼草花頭 沒有的 找不到的字 不用了 這些字 我看到了 你故之然不是陰庸圓在 你人在 腥在 人靚腥甜 都依然是這樣 完全沒有問題 說正經的 好 正經的 剛才說的 梁天琦那件 是嗎 不單 全城爆粗 其實呢 醞釀了一兩天 之前呢 就已經有五個 就告訴她 不合資格 我想問你兩個 對不起 差開問一個問題 你們兩個是否猜到 正經 一半一半 不是猜不猜到 我知道她正在推出 古惑照 我都已經網字寫了 說這傢伙戰鬥力極強 問題是煎得很強 不好意思 跳了一會再三個 有一個問題 煎得很強 在於什麼加科呢 她夠膽死玩彈公手 這件事是玩政治的人才敢那麼僵 這件事呢 我們回索回上 不是玩光環 這很重要 不是為光環 真的是玩政治 回索回上次節目 就是有說過梁天琦 蕭公 那個麥克風 不好意思 就是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做節目 回索回之前一兩集 也是說過梁天琦 那時候蕭公說的 他不會為了一個 沒有用的道德光環 我不簽 不簽 他夠膽這個時候 我簽 我不說什麼 你說什麼 點就點 我先入閘 沒錯 目標明確 毛主席 還未做毛主席的時候 說 蔣委員蔣萬歲 舉報竹長 委員蔣萬歲 農夫國難宣言 然後就打齊 就是這樣 這件事 是共產黨的 這類人 你這樣不是稱讚他 是稱讚的 你跟共產黨比 我們會很害怕 是稱讚的 是稱讚的 客觀分析 這些人是戰鬥力極強的意思 他應該評估過 他是會贏的 贏面大的 你數票也數到 上次有六萬多票 數都數到 你說兌換率的問題 你進入立法會的位置 你不需要六萬多票 為什麼有些人說 你上從哪裏 有些人說港獨理由 你這個都已經說不港獨理由 什麼什麼什麼 其實呢 行程言論不是政治審查 大家很大機會忽略了這件事 你說所謂審查 其實不是政治審查 他是強弱判斷 是真心審查 當然不是真心審查 他們是判斷的一件事 到底你能入閘的那些人 有料還是沒有料 就是強弱審查 他們就是想沒有料的人入閘 沒有料的人就是去分駁你的票 有料的人 隨時連沒有料的票也吸收他們 所以他就算盡量 這個人非斬不可 其實我想問一下 會不會是這個有辦法和沒有辦法的篩選 當然不是啦 傻的 誰會沒有辦法的 你給什麼來交換 即是沒有港獨理由 沒有港獨理由 沒有港獨理由 有港獨理由 民戰聯B隊 那些呢 念力抗共 去到天安門廣場拍照 打卡那些呢 故之然啦 這個你講不講得到數 最重要 故之然要想這件事 但另一件事 正如剛才所說 人家都要數下你底牌的嘛 講不講得到數呢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分水力 是什麼家科呢 大家真的少留意這個 所以決戰那個 戰爭心態 人家根本不在於考慮你 講不講得到數 人家也會實戰經驗 告訴你 你有威脅的 就斬 就是這麼簡單的 而且威脅是很大的 也就是說 他所謂跟你講不上數 他已經摸清楚你底下 你沒有料到 他才跟你講數 傻的 那些傢伙 我一直 我要認 新冬那一段 我兩個人都選不下 真心 我在這裡這樣說 一定會被人吵 吵就吵 你得理我 就是 我們當年決戰 也有訪問過楊岳橋 有 記得嗎 第一時間 他未在蒲頭已經訪問他 未表演訪問他 他那時候未有任何的跡象 說會參選區議會 還是立法會 正當這個 所謂毛毛頭 交棒給他 第一時間已經訪問他 沒錯 不要說 呂和這個政治觸覺不敏感 絕對是政治觸覺強的 未蒲頭已經掃他過來了 但是那時候 我和蕭公兩個 做熱節目 那些評論是一樣的 是 老實說 現在才說 不是覺得他這個大狀 做得好不好 或者什麼 他不是代表我 我怎麼知道他打得好不好 但是在整個訪問裏面 包括聽眾的意見 都是覺得 唉 這樣 反而他大佬 就差很遠 他大佬在另外一個節目 就是以前的大台 大軍閥 他上過去 那一次 大家聽完他大佬 就覺得是OK 但是聽完 惡少果鑊 大家都是側側 覺得不行 但是居然在這個驅損的時候 他和梁天琦爭 又是六號仔和七號仔爭 那時候 戰況很激烈 你不要說政治正確 在正確的意見 就是 誰救票 就是誰跑出 其實這是很現實的 當時 其實我們 有些少數過的 是 過癮地方 那麥加科 正如我們先前分析所料 惡少 他拿回來的票 是固有的地盤 亦也就是說 在他們補選的情況下 全部泛民的票 全部給你 就正確 並不表示 你在有競爭的情況下 都是同樣的 你明白嗎 不是補選 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位 明白嗎 所以這件事 倒過來分析 梁天琦就極其過癮 你看那些票員 先前 有很多 是未投過票的 你看他的義工團 你看他參與支持他那群年輕人 甚至當時他被人試過 Bang了 Bang馬話 其他東西 記不記得海報那件事嗎 一晚之內 他召集了幾多義工過來 那群人 通宵幫他 砌好整個宣傳海報那些東西 根本 你禁止他 喂 Hello 他這些是一釘成名 你想想在魚蛋騷亂 魚蛋什麼春都好 之前沒有人認識他 其實立法會真的很慘 長毛 扔了這麼多年 招 有人扔水杯 都扔不到這個效果 現在的年輕人開始心青眼亮了 真的不開玩笑 大家明白什麼一回事 為什麼你這麼多年 扔飛機 扔棺材 扔麥加科 沙波 扔盡也好 都沒有用 不是沒有用 為什麼共產黨依然這麼歡迎你入場 為什麼共產黨依然這麼 哈哈哈哈 明白 我知道了 他們才是主角 絕對是 我們陰容遠在差 不如放在他的頭上 不好意思 他在那裡 哈哈哈哈 我覺得很搞笑 這隻貓貓貓 你說見了 見了 所以為什麼他扔了這麼多年之後 共產黨依然歡迎他入場 這個就是有一點露出馬腳 明白嗎 所以看看 手起刀落 斬是斬什麼人 是斬有威脅的人 是斬有威脅的人 放是放什麼人 是放沒有威脅的人 不明白 不是你 對不起 我意思是某個 又成幫自治 幫聯制 又熟讀歷史 又教書 出書 無數本 喂 要不要打本 是不是應該是威脅呢 鄉親打本 鄉親 你站在哪邊的話 鄉下那邊 不是啦 他說他們才是真本 如果說 新世代動員 我自己是新東的 我自己看過選區 是很過癮的 在補選的時候 是突然間 就是剛才蕭公說的 勇勇了一大群 非常年輕 年齡層 他們年齡差距很少 最多幾年 每個都自動穿制服 沒錯 而且 每個人的眼睛是有火的 不是傳統禮儀念 或泛民的 普通義工 不是準時收工 不是打卡 也是眼神 比較散緩那一批 老那一批 不是的 是很堅定眼神 那一批 那一批真的有心跟你砌 有很多是手頭軸 而這班人 彈出來的時候 竟然是六萬多票 沒錯 所以 如果大家沒有記錯的話 最新是中大傳播學院出了一個統計 是 是跟大家現在留意到 才的投票傾向 是一模一樣 在於什麼呢 年紀越輕的 是越傾向港獨 客觀數據 不是大家作出來的 他現在全部是17% 是傾向港獨 整體 整體 所有年齡 但如果是越年輕的 那批 四十幾 四五十 而且趨勢向上 還有越受教育高 女性 上次我們也說過很驚訝 而這個情況 很驚訝 你看看那次放出雷彈的鑊 街上那些 全部都是熱褲 踢拖 你可不可以留意一下 留意姐姐 不要留意熱褲 那時候只是這樣 那天晚上開槍 死最多的就是這班姐姐 是很救運的 那天晚上沒有開槍 穿背心熱褲 會死很多 但我想說 香港的情況 其實女王當晚都是背心熱褲 我還穿了規格 香港就玩脫衷 但英國就玩脫勾 但香港和英國剛剛是一塊鏡的對照 香港就很想走 那邊就很想留 在說年輕的那晚 分別其實很簡單 那是歐洲 應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擁抱那個大歐洲 它是文明 人權 自由 開放 裡面有幾大問題都好 這些基本核心價值 它西歐的國家大部分都是很一致的 是不是 但是你叫現在香港的年輕人 去擁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時候 是兩回事的 如果你用錢 只是純粹 說一下蕭姑娘強項 現在開始咬底 如果你只是說 商機無限 你說投資機會 或者是就業 升遷 向上流動 如是等等 其實鄰近地區 可以給到很多香港 但是你發覺 因為 這個一口砂糖 十口糞的緣故 現在這群年輕人 就說 我不管 你可以給我什麼 總之 I want nothing to do with you 我要走 我要撇脫 所以以前 大家都還會覺得 梁天琦是鬼 你在大陸出生 你不是香港人 有很多這些攻擊 尤其傳統左膠 傳統泛民 但是經過這一次 我覺得 這個人真是恩禍特福 因為這樣 不支持他的人 現在都覺得 這個年輕人 以前不聽他說的 但我今次聽他的新聞 他說 目標比手段更重要 這個就是上一集 蕭公已經說得很清楚 基本大法好 這句說得很清楚 所以不就是 你說政治的實際戰鬥力 就是所謂 風流人物還看 今早當年 毛大帝就說這件事 以前那些 以往種種 猶豫作猶豫死 你說未來的世代有什麼加科 而居然出現這種人物 不理你什麼加火光環 是跟你說政治實際操作技巧 這些就叫做人物 你明白嗎 我很明顯 非常明白 因為你知道我一向都坐在哪邊 有兩邊坐 我非常明白 阿爺是記什麼加科 就是記這種人 你泛民玩了幾十年 玩光環 你賣港賣舊 大家明白什麼事 最重要的 其實共產黨的政治文化就是 我只要達到我的政治利益 我什麼方法都可以用 什麼馬列摩那些 全部是表面那一陣 真正的目的就是要 要決權 決權 決權 以及維持自己的權 就是這樣 現在就是梁天堂 所以為什麼他們怕 所以為什麼你發覺這次的篩選 不是什麼加火政治篩選 大家經常誤會這件事 所以大家就會很迷惘 在資質上當失路 為什麼這個簽又可以 為什麼那個不簽又可以 為什麼這個自治又可以 那個自決又可以 但是這個又不行 傻了 根本說到最底就是一句 誰有實力 他就要斬誰 就這麼簡單 不是政治篩選 傻的 現在選擇的全部都是雙產 都是廢的 還有我們之前都說過一次 立法會其實就是這個 庇護工廠 庇護工廠還好 庇護工廠是有生產力的 你貼一下郵票 貼一下宣傳單張 寄一下 投資 人家真的有生產力 這個叫垃圾會 垃圾會 垃圾會 我看到都在睡覺 缺席 人工自要鬥 流口水 最慘的是什麼家科 就是你假裝抗爭那些人 根本不是那一回事 如果不是上次怪醫 就不會特襲得手 你那些人左膠 明明那個所謂醫委會改革 就是插旗的動作 你居然說為了民生福利 你贊成插旗 你想想背後是誰 同樣道理 殺到身上 稍後就會見到 現在就輪到另一個專業界別 你這個大學的校委會 看到什麼事 醫委會 看到什麼事 信報 看到什麼事 林恒之 廖爭 收筆 每一樣都是同樣的 同樣東西 人家根本就是跟你玩實際戰爭 名字沒有改錯 一決戰 戰場有很多人 你選擇誰 你知道還是不知道 而居然的左膠 站在別人那邊也不知道 你傻的 他真是傻的 真是傻的 下一場的麥家科 就輪到香港的經濟命脈 就輪到這個交易所的上市審批權 到底放在證監還是放在交易所手上 同樣道理 一樣有人出來玩民粹 我為了保障投資者利益 我為了保障散戶利益 我一定要把權交給證監 你先想清楚 你想想證監誰派下來的 不明白什麼事 早前吵交易公園 我也聽到泛民那些 贊成產部分交易公園 多建一些公屋 你們這些人 拿了一些地 又不像你建公屋那些傻的 還有你房屋短缺的問題 不是因為地的問題 是你資本的過度需求 和過量的人口湧入 你不可以忘記停建居屋 這麼多年才行 所以基本上整場遊戲 還有啊 醫生註冊修訂條例 六七之爭的六 這件事真是嘔嘴 他拍片解釋為什麼他贊成 他還覺得呢 是可以在三讀的時候再做事 啊 哥啊 你讓他過一個關都不行 你要下閘就要下閘 你還在這個時候 苦人之仁呢 就說啊 應該讓他過 因為他裡面有很多可緒之處 問題是 他有多少可緒之處 他只有一點 特首要守行 才能夠獲得委任 都已經很糟糕了 說來說去 只是一點而已 其實有那時候醫生的條例 他兩點做到就可以了 第一 特首不委任 第二 列出一些大家有公信力的國家的醫生 就在鄰近地區沒有公信力的人 就踢出 你公平考試就可以了 我不用針對你公平考試 就這麼簡單 沒有第二句的已經 他不肯 他就不肯 我想到一個情況 其實我不用兩個項目 我更立即 一個項目 只是第一個 你不用特首委任 我已經差很遠了 要不然 你根本就是陳文敏事件 翻版 再翻版 好說 你現在廉署也會搞成這樣 你知道什麼事 絕對是 我只是說一個 一個情況 大家很容易想到 就是將來你看醫生 這個醫生註冊修行條例 我給你過的話 一定過了 都過了二讀 怎麼會不過呢 過了到時你看醫生 你醫死了傷了 開錯刀 明明割什麼 變成割蠻腸 變成割小腸 割大腸 割胃出來 到時你不要哭 因為文化差異 他聽不明白你說什麼 語言不通 你的普通話不正 這些都是理由 不是理由這麼簡單 責任在病人身上 搞清楚 病人是說豬 豬是豬還是湯的 還要多謝 湯那一刻都多謝 我感恩 這件事也讓我想回 領回當年上市的時候 一模一樣 當有人說要阻止的時候 就說你阻人發達 阻人發達 阻礙社會進步 豬就是該給人 現在哭什麼呢 哭什麼 沒什麼值得哭 你不就變成煙肉片 哭什麼 基本上是持居可鑑 我不知狗豬怎麼可以這麼白癡 回歸以來 有哪一刻不是這樣跟你玩 有哪一刻不是這樣玩你 向前看嘛 還有很多人說 香港人是善亡 覺得這件事是道德 善亡是一種道德 結果每一件事都被人用重複的方法來玩你 不用用高明一點的方法 講清楚 舊筷就行了 筷子不怕 舊的 最重要是受 你見不見23條 那時候 喊誰下台 為什麼現在又選他進去呢 那時候 他那個黨在這個 可疑那裏還要當選 你講新聞黨 是啊 每個人都說 被麒麟撞那個 麒麟都看不過眼 那為什麼你那些豬 其實麒麟幫不了你那些豬 阿仰剛才剛才的短訊告訴我 這是最解酒的 你要找解酒 你自己發訊息說要解酒 這個顏色就是大家明白什麼事 我不賣廣告 我立刻拍給你 我說見到這張海報你還好 解酒還解酒 不要連黃膽水都填給他 真的 那是糧粉蟲 那時候又是被人吵了 現在就說這個人做特首 有能力 教育當日 教育統籌會主席是誰 搞到現在的糯泡 是不是 難道他沒有份 我又要說 你們以為港珠 很多人以為的港珠 是沒什麼怎麼讀書 是不是 但我真的遇到很多 高端知識分子 我又要說 讀MIT的 大佬占子來的 然後當年在金融界戚冊風雲 但是都覺得梁錦松 是應該做特首 兼夾某些邪惡老人是很正義 救命啊 我真的覺得 你們可否看回他們過去做的事 即是我不開名 其實我老人有很多個 不要以為只針對一個 支持領展 和立法會自動當選的 功能組別 支持地產商的最老友 然後遷了某個 現在被廉署查的某人 穿針引線 令到他上了遊艇 如是等等 大哥 你可以看別人做過什麼 你才會支持別人 真的 他有軌跡的 他有路線的 算了 如果看回林超英的自白 都說了同樣的道理 所謂高學歷並不僅於高智慧 也不等於有常識 不要說智慧了 小公 有很多時候越有學歷 越沒有常識 就是離地 還要堅持我是專業人士 這樣呢 就說一些很沒有常識的事情 這個就是回到剛才我開麥克風的時候 講的一個很過癮的概念 就是兩條路線的鬥爭 你提過的專業抗共其中一條 九七前甚至八四後 尤其是八九之後 香港出現了一個很大的反辦 因為之前還有大家移民 有些人說大中華交易 回歸和珠色 拗得很厲害 之後你發覺一個很過癮的 所謂的論說是什麼呢 就是忽然之間 香港那些傲人 好像舉手投行那樣 英國人說了會走路 他們說了會走路 會賣了一個小豬 而當時社會上 是出現了兩條主要路線 其實沒有一條 都是歡迎中共 所以說實際上有兩條路線是甚麼加科呢 一條是民主抗共 第二條是專業抗共 是甚麼加科呢 例如你的專業團體我自治 你不要踩我 我繼續工作 大部分的講諸都是這樣 公務員是最大的專業團體 律師會 會計 醫學 逐漸出來表態 在表態過程當中就形成了一個很過癮的情況 英國人當年開始搞代議政制的時候 為甚麼這麼過癮居然會想甚麼是功能組別 當時80年代有一個假設 香港的普羅大眾是不喜歡政治或是政治冷感的 於是哪些人出來主持大局呢 專業抗共就是這樣來的 明白嗎 精英制度 精英 你講得難聽一點叫做既得利益者 講得好聽一點 就是他們有一個起碼的政治醒覺 自治也好 管治社會的經驗也好 相對於當時又沒有權 又沒有票 又沒有經驗的普羅大眾 是優勝的 這形成了所謂專業抗共的一條路線 這群是專業的豬 很難說豬 因為當時英國人的陰典出來 你知道英國人的管治方式叫間接管治 他不會直接參與的 他會找一些鄉親父老 找一些專門人士 找一些自治組織那些東西 類似當年中國的事新階層 證明很多 事新階層 你也講血緣 也講資產 不是的 中產也有很多 所以為甚麼是專業制度 測量會計 其實不是有甚麼社會背景 只是因為他的能力較為高 專業水平較為高 你可以在公屋 或是填皮屋 當然香港是很開放的 其實其中一條路線 叫專業抗共 九七回歸之後 如何維繫香港社會 法治 秩序 廉潔 行政效率 當時就說你信不過那群民粹的代表 於是你就唯有靠專業人士去支持香港 所以為甚麼過渡的時候這麼過癮 英國人搞了一個代議政制出來 演變成為一個功能組別 而這個功能組別是直通過渡九七 你明白為甚麼嗎 可能忽略了這件事 大家依然那個所謂光環效應 就放在所謂的泛民 尤其是八九之後 好像忽然之間萬眾歸心 就是民主了 但民主那邊都是其中一種所謂抗共的手段 記得《基本法》裏面先前起初說的很重要 就是不容許香港成為顛覆基地 其實就是針對民主抗共這條路線 專業從來沒有反對中央反對甚麼家科 因為他有錢大家賺 但他維持著香港的國際開放經濟 你不能夠抹殺他的能力 你不能夠抹殺他的功勞 你說理事力場點不適合 但的而是世界典範 所以當時《九色》回歸之後 是有兩條路線說的 一個是專業抗共 一個是民主抗共 但共產黨是很厲害的 你不要怪他 他經常說以戰論戰 我不說你適合與錯 我純粹說你的戰鬥能力 共產黨很厲害的是什麼家科 他互相利用 他利用民粹去對抗你的專業 利用專業對抗你的民粹 四個字都說了 愚人得利 秀才遇著兵 不是遇著兵那麼簡單 人家真的有想過這件事 所以你發覺很過癮 你那群秀才就是專業人士 你遇著一群就是現在的移民 他基本上是流民、無賴、山賊 這些不是兵來的 兵有紀律好說的 這群子有奪權為唯一目的 你不要跟他們說兵 記住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沒有國防軍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只有黨衛軍 因為黨是指揮槍 他比納粹更厲害 你沒有國家軍隊 你只有黨軍隊 納粹也有一支國防軍的 政規軍 他的黨衛軍人數少很多 直接由納粹黨控制 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沒有國防軍 只有黨衛軍 納粹搞清楚這件事 納粹還天真地以為秀才遇著兵 納粹這些不是兵 而是黨衛軍 所以為什麼當時中共很聰明地利用這個所謂互相矛盾 其實延遲到今時今日都要用老計 我不明白為什麼港珠不明白 第一 當年為什麼會變成泛民賣港呢 民主抗共變成民主回歸 你看民主回歸那些人 就是現在坐在梁瑩那些人 為什麼他們會說民主回歸 就是因為他們首先認定你回歸是不可避免 民主是可以期待接受其票 還有他們內心是反鷹而親中 這個很重要 他是反鷹抗殖 他有一個光環在抗拒英國佬 他說中國人香港人不應該被殖民奴役 聽他上輪文大話好好聽 當時的確是這種思維 是代表道德高地的 道德高地的光環 聽很多的 扣到很多女兒 反清復明什麼大佬 什麼樣的心態 所以他們就用這種心態 由民主抗共 居然演變成民主回歸 其實是同一班人 當年八百直選爭取民主 所謂香港自治抗英抗靜的那些人 終於共產黨給了一個很甜頭給你 就是答應回歸十年之後 可以雙直選 雙普選 旗票開了 而這班人非常高興地接受 於是由民主抗共變成民主回歸 還有他們另一種心態 這一班除了是真心愛國 不是現在那班叫愛國 真心愛國 香港過多月光年之後 是可以影響中國 令中國的距離和香港拉近的 他們就想不到 正如當年鄧小平 下來哄你這班人 我要多做幾個香港 我要香港那套國內會接受 開放而善 比心震起 他們真的很天真地想 還有這班人 就是民建聯那一套 成功爭取了 會有雙普選 還有雙直選 雙普選 真心交 真心昂交 但這班比民建聯還要早 還要早 1991年才成立 即是精蟲也未出現 他們是贏在世的精前這班 80年代初已經是這樣的 比民建聯還早 差不多十年 另一條線 就是專業抗共那班人 太容易搞 因為他們只要答應你五十年不變 真言不說笑 他真的答應你五十年不變 其實他知不知道 有一本叫歷史的先聲 就是共產黨曾經的承諾 算了 他實現沒有選 你知道嗎 在延安的時候已經說了 1943年 總之是1943年 1943年 1943年 在延安的時候 1943年 1943年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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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會實現 是是啊 發表全國宣言 就是說你國民黨有什麼資格的 執政 你根本不代表人民 那時候在野 就是啊 他們在追溺香港的時候 什麼都好 你的男人追溺女的時候 都說得對 不是的 我 追溺之後就變的了 沒有了 沒有 我就沒變心 阿楊是從一而中的好男人,有光環的,魔鬼引擎他 還有你剛才說的那群真心家的銀主迴歸派 他們還想不到一件事,他們想不到中國最終是用他落後的那套 要拉香港,跟回他一樣落後 你根本不知道,你根本不信,是天真 他們是不知的 同樣道理,你說那群泛民白痴仔也好,教育水平不高 為什麼受那麼高深教育的人都會變成重招呢 正正就是他表面上是做足功夫的 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整個基本法的起草過程裏面 答應了什麼家伙五十年不變,什麼家伙司法獨立等等 白紙黑字在這裡捉 但你端猜不到一件事,就是有權用盡 大家真的猜不到,因為英國人傳下來那套 他有一個所謂的自製能力,即是說 Decency,我不知道該怎麼解釋 Have you know decency 就是這句 你跟英國人或新史解釋的時候 你會不會有點廉恥呢 他們會有反應呢 你跟這些傢伙說廉恥 正如呂皇所說,你受罪愚蟲兵已經夠拿了命 你的愚蟲在這裡三賊 你跟他說廉恥你很傻 你這樣也還知道 所以就是說 有權用盡在各個環節顯示出來什麼家伙 所以大家之前都猜錯了一件事 猜錯了什麼呢 只是從大路正路去想 梁振英上台所謂四大任務 23條啊 即是那些什麼呢 你會發現他不需要的 為什麼呢 你反過來就明白什麼事 假如他可以在選管會 下一個行政指令 就變成你剝奪政治權利中心 連法庭也不用的 他不用23條立法 即是等於港大而已 你不用23條立法 我不用你港大改頭後面 只要我在校委會裡面 放幾個涼粉進去搞定 我插幾個涼粉就搞定了 所以為什麼 後知後覺 起碼後知後覺 你說怪異 為什麼唯有這些所謂叫做 Odd Ball 完全怪胎 完全怪胎的人 不跟你續套那一套 他會動手 和特襲成功 因為他看得通 你一般自作聰明 看不通的東西 最簡單的common sense 他就用common sense出發 我就預算作大 我就預算作假 我就不受 就這麼簡單 就這麼簡單 所以你看完這個 港大的下委會 你看完廉署發生什麼事 你看完其他 逐個所謂諮詢團體發生什麼事 警監會 全部都一樣 一模一樣 他不用四大任務 他根本超額完成 而且更是模式模式 不是模式模式 是楊謀 打直速進來 何可如何 因為你先前的法制基礎 是基於英國人的行政主導 但英國人的行政主導 基於什麼加科 他早上是民選政府 他有一個民主約制 有一個司法獨立 你的上訴不是去北京 你的上訴是去英國書物院 大帝 人家整個監控平衡架構 不是在這一邊 在第二邊 所以他才可以強勢 但又不會濫權 他英國的司法系統 大家跟其他國家比較下去 運作得最好最公平 他英國的議會制 甚至比很多歐洲大陸的國家 都運作得好的 一些落後國家 如果跟英國的議會制 你那個國家衰極都有個譜 舉個例子 女王追溯 印度和巴基斯坦同一時間脫離英國 為什麼巴基斯坦差過印度那麼多 兩個都不是好的 兩個都不是 但印度相對來說 他的議會 宣容很多 他的議會制 都比巴基斯坦好很多 就是利用英國的制度 保留得相對來說好一點 所以就是說 專員人士中招 現在叫後知後覺 20年了 你想怎樣 認真沒得認真 30年了 差不多 97數到現在 我是84開始數 因為我記得 84年9月26日 草簽聯絡聲明 是草簽 不是正式簽 是第二年12月 草簽出來 全香港好像中了麻藥 哇 真是感覺到的 那時候 喂大佬 你做麻藥 你已經好客氣 很好笑 像是一群喪屍一樣 你知不知道 只是咬咬咬咬吃吃吃吃吃 喂 怎麼發生什麼事 完全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理會的 現在那群人 仍是按摩摩摩 大家明白一件事 你見不見那種強烈譴責呢 老實說 我們以前的前拍檔 對不起 我不開名 我都要提一提 前拍檔上了蘋果頭A1 因為他不獲接納 成為候選人 取消了他的候選資格 大哥 你們有沒有看清楚的 有外國國籍 你明白嗎 這個項目在這裏 而且整份形式都沒有填寫 簡單來說 而不是政治審查 蕭公說得很清楚 不是政治審查 是強弱 太強流弱 如果他填足了那份荒 他怎樣怎樣過 你沒有故事作 大哥 開心了 算了 這個就免得踩 這個不說了 畢竟他老婆是有學生 親戚有別 小心說話 明明正式 據我所知 好像 他老婆是有學生 這個正式 我認識他們 我認識他們 十幾年 我不想說那麼多 算了 所以 基本上 可以不理 因為他沒有戰鬥力 就這麼簡單 但是 反過來 我一定要提 因為 你說有戰鬥力 進不了 兩條路線 分析框架 大家忽略主要是很重要的 就是這個意思 兩條路線的矛盾 現在仍然在延續 明白嗎 泛民那群白癡 居然在醫委會的投票上 去對你的醫生 正正就是民粹對精英 反過來 精英對民粹是甚麼事 經常在議會中 那個功能團體 經常禁止你 泛民的動議 抹擦你 拉布 就是這件事 兩邊依然是港人內鬥 你明白嗎 兩邊都是港人內鬥 其實內鬥 一向都是共產黨慣常的手段 這件事 證明了什麼 這件事是煽動你港人內鬥 而你居然還知道你是白癡 他一向靠內鬥來奪權 從來都是 統一戰線 大家很清楚 推倒三大法寶 武裝鬥爭 統一戰線 黨的建設 統一戰線就是內鬥 現在我的面前 第一個敵人是誰 第二號敵人是誰 怎樣拉攏 第二號敵人 第三號敵人 第一號敵人 第一號敵人 我再去找敵人 最慘的是什麼 而且敵人都沒有了 他都會找一個 他會製造敵人 對 一個啞想敵人 所以記得有一個很過癮的情況 當年民主抗共 怎麼會演變成民主回歸呢 就是忽然之間有些人 我們很仰望的所謂光環人士 接受了一個共產黨的理論 就是要優先解決了殖民者的矛盾 然後就處理內部矛盾 這也是共產黨的論述 你接受了別人的邏輯 那麼簡單 就中了 明白嗎 所以為何延伸到今時今日 依然這種矛盾存在 你依偉會那些事過不了呢 居然何喜華出來 跳出來 摩擦大字文章寫的標題 有人雙手已滿鮮血 怎麼搞的 你第一個出來 梁瑩贊成上台的時候 你都被人說 你太天真太傻了 今時今日 名義上 你不是在支持梁瑩 實際上 你依然是用民粹這件事 是在插著你專業的那些人 一會不一樣 完全沒有改過 所以這兩條路線的分析框架 你這群人不明白什麼叫深層次矛盾 就麻煩你講諸自己 警醒一下 實在是港人內鬥 兩邊都是港人 他不只民主對專業 他現在聽到那些電話節目 大量的聽眾打電話進來 講這個醫生註冊收容條例 都是說 因為這件事 你們的拉布卡住了 所以令那些民生議題 不能夠獲得審議 又是這樣 骨灰金 但你們有沒有想過 誰排的呢 這個次序 為什麼排成這樣呢 特地把最有爭議性的放在前面 而更加急切的放在後面 那你就製造更加多社會之間 各界層的矛盾 你要知道一個文字去到什麼地步 你要覺得這麼厲害 你先排先 大佬 具爭議性你排在後面 對不對 他講下去是大條道 這是人命來的 是人們投訴我們要解決的 現在不夠錢去替 不夠醫生 不夠床位 你們又不審 又在那裏拉布 就是因為光環 法輪又跪下 整套法輪又說不拉 現在一時小 他就喪屍地站在別人那邊 他直接配合你的政策 剛剛宵公說起何喜 我想起社區組織協會 我們現在聽很多本土派 城邦等等 大陸殖民 2013年的時候 大家應該記得 社區組織協會裡面 這個蔡耀昌 就是幫人一年來香港就可以 拿福利 這件事是令到全社會很震撼 他這件事其實 如果本土派的意見 看下去就是 你正在配合中共的殖民 所以過癮就是什麽加科 為何這次中央禁罩的梁天琪 正如剛才阿洋踢爆那句話 開始了一個第三勢力出來 就是本土意識 是的 那又是道德光榮 家庭團聚 又是道德光榮 這次醫學的人 是人命來的 一揚 這個意識沒有變 而且你真的不要以為 聽得多 看得多 去城市論壇 或者有留意 立法會裡面發生什麽事的人 是會明示你 我真的一度是這樣想 但是我在文化交流裡面 其中有一晚 就是有一個在立法會裡面做的女生 是的 他也是覺得拉布很麻煩 他就是覺得醫生註冊收定期間 為何不過 又是人命 又是社會大眾福利 醫療是很重要的 很多窮人都沒有 又是 為何人在裡面做的 你會不知道 你不知道矛盾是刻意製造出來的 因為他自小就已經吃左膠奶大 那可以怎樣做 老側馬電 我想問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怎樣可以令 一個很白癡 又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但怎樣可以令左膠那個毒 被牛和解毒 片它嗎 怎樣可以解除左膠毒呢 沒有的 第二 怎樣可以令到港珠 除了令到他自身的利益受到損害 而蘇醒以外 有沒有其他方法 沒有的 OK 基本上是放棄這些方式 所以你會發覺 為何今次中央就這麼奏忌 有什麼科 跟那個統計是如出一切的 就設定了我本書 一早已經寫了這些 在上面 我找你簽名了 世代推變 其實是一個所謂現象 最重要的是 人心意識上 有一個很重大的轉變 正如剛才所說的 一開始出了一個第三勢力 他不再接受 你的所謂兩條路線 那個對立的思維方式 他不再想什麼 左不左 民主不民主 他也不再想你什麼 專業不專業 社會成功 他不再想這件事 他想一想什麼 他兩個都不想 他想本土 到底站在香港 和香港人的立場 什麼才是最好 於是他沒有一個所謂 既沒有一個所謂 道德光環的負擔在身 亦都沒有一個既得利益 專業那個利益 的分心的影響 所以這些人 反而出來的東西 是最要心要肺的 最重症要害 和你沒有辦法解決 剛才呂黃問 我可不可以改一下 左勢力 省一點不用想 你可不可以改一下 一省一點也不用 為什麼 你看看那個統計數字 年齡層越低 本土意識越強 就是自然蛻變的過程 你不用做任何事情 還有你講本土 有一張牌他打不到 就是外國的道德 我記得2003年 幾十萬人遊行之後 中共就要拿回輿論陣地 和導引輿論 那時差什麼呢 差零七零八雙普選 他要轉移這件事 就抬出一個叫外國論 由一群那些 打陸什麼都好 就出來吵 你們不愛國 你們不愛國 而那群當年民主迴歸 一直到2003年 一直是愛國的 就跟他的那支摩迪起舞 你說我不愛國 我愛國的嘛 一直在那裡吵 結果呢 視線就轉移了 這招現在還打不打響啊 你說 根本那群年輕人 都不肯再上你的台 還跟你說外國 況且別人那些 媽媽都已經說了 其他小孩之所以 死了不是因為愛國的問題 大哥 你聽聽受害人說什麼 所以現在在大台上的那群傢伙 依然出了一枝笛 依然老吊重嘆 但又發覺 你怎麼作都作不到 那個所謂民意出來 那些年輕人已經不理會你 真的不理會你 不一定是好與懷 我純粹講講一些自然演變的問題 當你們這群傢伙 兩條路線 鬥了幾十年之後 而兩邊都交不到貨 大家知道什麼事了 我來 他坐你很傻 他自己來 我自己來 所以你看他的組織能力也好 動員能力也好 他的意識形態也好 管不住 就算這次你所謂用了史無前例的政治細算 行政指令令剝奪政治團體終身 其實都有後果 有本事你就贏了司法覆核 不過這樣 據聞最新的情況 有可能人大的搶雜 在你未進行司法覆核之前 先行釋法 居然在一個細眉細眼的選舉條例裡面釋法 這就過癮了 我就是想問你下一個問題 因為現在的看法是說 一國兩制會隨著人大釋法 而被駕空 而整件事變成炮影 金剛經那句 如夢幻 如類如電 那怎麼看呢 怎麼看他一定會這樣做 因為他沒有辦法制止 你想一下情況 你說在before before司法覆核能完成之前 其實是有前科的 人大搶雜釋法 等於上次 你由那個 八三一 八三一之前都已經是 零七零八普選 他都已經釋法 普選他已經釋法了 那條件有三個變五角 他忽然之間主動釋法 所以其實是有前科 不過性質有什麼不同呢 先前所謂釋法 都真的對於基本法的原則性解釋 明白嗎 你什麼是滿足了普選條件 什麼是滿足了普選程序 什麼是滿足了普選程序 什麼關卡要過 尤其是由三個變五個 五個變七個 我也沒有說話可說 因為當時那個所謂機制 是沒有詳細的內容 今次很不同的什麼家科 不是原則性的東西 去解釋基本法裏面不清楚的地方 而是基本法已經寫得死實實 甚至行政法規裏面寫得死實實的東西 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他多加了一些東西 居然可以進行這個篩選 而從來選舉委員會都沒有這個權 他可以架空插進去 在這樣的情況下大家想一想 以後你還需要什麼是基本法呢 你需要什麼是習近平法 也不用的 法庭也不用的 他如果這件事搞下去 二十六條是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現在是剝一個人的被選權 他將來可以在網上找一群人出來 然後說你沒有權投票 對,完全可以的 剝奪政治權利中心 對 被選權和選舉權是同等的 不用 授權行政策子已經搞定了 城管都可以管理的 兩個星期前我們說了 確認是行政策劍 他確如衷之就是這樣 到時他篩走五十萬口六十萬口的選民 他已經可以確保票投到什麼人 所謂四大任務依然不犯 票都不用中 到時你犧牲了就搞定 我說你這個不存在就行了 行政指令 所以令七武說少林足球真厲害 球員也是他的 球證也是他的 龍門兩邊都是他的 你想想他三個候選人 全部是自己人 選民也是自己人 選舉主任當然也是自己人 總之不合聽的就不是人 所以為什麼就是 他根本不需要再搞什麼 家火古靈精華 例如 如果在這個層面都可以這樣 人大釋法的 你什麼可以不釋法 第一 關不關基本法事 你選舉主任的解釋權 什麼關基本法事 本來很簡單 以後我去考車牌 我不用你那個運輸署給牌 我叫人大釋法 不就一樣 你審牌給那個 我覺得你沒權審 我覺得沒有就行了 蕭公子 何止不用去運輸署 直接要一個白色底 軍字牌 對不對 叫人大比你 認識人就可以了 認識法 你什麼都可以認識法 你根本不關基本法層面的事情 你是說選舉主任 選舉主任 那份登記表格 你會不會小一點 所以這次 他夠膽釋法的話 中央 是輸得更加混淆 我不知道哪個獨立的 屎翹出來 他一條多屎翹出來 你不說賣國這麼簡單 你賣阿爺 賣到火星 你居然叫阿爺 放下身段也不止 干涉香港內政也不止 你解釋基本法也不止 你現在是要阿爺 這個人大常委 去解釋 你這個小官吏 行政措施 裏面的一個登記文件 的附件 大哥 你不如不要說 我一個考車牌 都叫人大出發 我一樣 他經常搞這麼多 這些古靈精貴的事情 這些是新的 會 政權移交前後 搞的那些 有哪一和 舉個例 現在比例代表制 之前不是這個玩法 單以值單票 小選區 簡單多數就是那個 那為什麼他九七要玩這件事呢 因為他輸不起 尤其是九六年的立法會選舉 真的輸得太難 全軍覆沒 尤其是曾玉成 輸給廖成利那王 他面目無光 他發覺單以值單票 簡單小選區 不行 我就要確保有我的人進去 搞比例代表制 放多幾個龍門 改變遊戲規則 不過這樣 有些泛民有制的 他們有制的 很過癮 不要緊 我被你騙了 你贏了 我被你贏了 那怎麼辦 結果比例代表制 就令到很多 比較激進 肯定的那些 即使拿些少 比例的票 都可以入得到 拿到那個議席 有些說差不多沒收 那個案件 都可以入得到 都可以入得到 結果呢 他就搬石頭 打自己的腳 那今時今的那個人 就在那裏 那為什麼 每次這樣玩 阿爺 是輸得更加PK的 當年 就這樣說 為了截住 這班人 所謂民意代表 那些真是有實質民意代表 進去 他鑒出來溝探你 令到 一些 只要有少量 即是入場券的 都可以入得到 其實當年他想保障 保障什麼家科呢 就是保障自己有 因為他的少量入場券 都說曾慾成輸給廖成李果華 是令到他決心 一定要做這件事 很明顯就是 竹蟲入場券 這些是機關算盡 結果怎樣呢 自己中了自己機關 所以今次搞得整個 立法圓圓漲氣 就是比例代表制搞出來的事 這次如果阿爺再上當 其實是兩難局面 第一 不知為何六八九 會把港獨議題放得那麼大 你又中招 先前沒有人說 現在每個人都說 沒有人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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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不出雷彈都炒不起的 如果是諾陽子貴 諾陽子貴 施政報劈頭那一句 哇 全部都湧起來 哇 這次你關注 我只會去玩 他給了最聰明的 一半的 十分鐘 20分鐘 去講港獨 你不說 沒有人理會 大家是不是磨檢察? 我感覺是很有意識 去推銷那本書 絕對是 所以初時 人是覺得 是不是合起來 一個怨打一個怨癌 你們就像如打和蓋 那一套戲 看 那就可以架空了 一國兩制 但又加上這次的蝦子,人大要解釋表格內的附件,這麼無聊 真是燒到爆 本來不支持梁天琦,本來不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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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支持 舉例上次,武選時,梁天琦宣傳單章不符合規格,所以郵政谷不跟你記 不是義工,他傳過香港所有的正規傳媒,不是網媒,都說為什麼不可以呢,就全部大大隻致中,給很多時間 這句呢,他的內容是這樣,所以郵政谷就不給他記,結果他全部入了家家戶的眼界 連那些專輯CCTVB的那些審都看了,他的宣傳力比郵政谷更厲害 對呀,那上面很歸勢 說一下谷很多票啊,不是說話 那上面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超級無敵,就是這個無間道,很成功 很成功啊,這位客師行的 說梁天琦2月能夠參選,因為那時候未表明港獨立場 但是呢,但最正的就是呢,其實他2月的時候呢,那個選舉處,說梁天琦的單章,因為宣揚自治自決為先 當時還未講港獨這兩個字啊 他不是說他沒有講港獨立場,但其實這份說明自治自決 他都已經不記了 他已經不替他記了 那現在你說什麼呢,其實就是,到底是你說謊,還是有人行政失當呢 慌死你這個宣傳不夠近啦 不過有一件事是值得擔心的呢 他這次搞行政潛建議就玩到這麼大 他其實跳過了很多法律程序 其實以前我們玩選舉最重要是合法 符合款舉法,那個合法律程序呢 就可以選舉和被選的嘛 現在他弄一架行政潛建出來 將來他隨便找一個熱打鹿的行政公務員 跟著呢,就又給上方保健的,你喜歡斬誰就斬誰 這個是嚴重削弱香港的法治的 其實已經比了,已經比了 上方保健已出啦 今次這件事還不是嗎 那幾個人,除了一個說拿不夠提名啦 另一個就是我們的潛客檔啦 之外全部都是說,什麼的 因為我覺得,我認為 以後這種情況可能會更多 他不需要有什麼證據的 只要我覺得,我認為 有一個誅心之外,我覺得 我覺得你不會改變你的看法 雖然你已經說明你會變啦 但是我認為你不會啦 所以我斬你啦 全部是一種誅心之論 沒有任何證據 按正常情況下呢,一定司法覆核成功的啦 你預算了一定的啦 我看不到任何關於司法覆核的事情 有任何指引 這樣都可以過得骨頭 暫時法官還未是黨員 就算是黨員也沒話可說 除非你連那個習近法都不要 司法覆核這件事有了前科可以看的 沒有任何可能的推不回來 也就是說,推翻的結果呢 只有一個就是補選 重選 而那個範圍之大呢 你是等於沒有選過一樣的 明白嗎 所以為什麼就是說 現在這個很尷尬的情況 阿爺被人放了上台呢 就是說到底你插隻手也認識法 還是不插隻手也認識法 就是說如果你插隻手也認識法的話呢 大家看著你一個人就玩完啦 是啊 你連那個登記表格的附件也要釋法 你什麼人不釋釋法呢 那麼簡單 你一個人不想玩完的話呢 你等他的司法覆核就等於重選過 那你會否釋法也沒有分別啦 也就是說如果跟正路呢 有本事你控制到影響到立法會的 你就叫做重新改選舉法啦 那我就沒話可說了 所以依然看到 所謂兩條路線的爭論 那些憤腸現在還在玩 還有人在說光環 那真的還有人在說光環 我們不應該去參選 我們應該杯葛他 我聽到霸選 這個憤腸的 我們當年這個臨時立法會也聽過啦 結果如何啊 結果臨時立法會他依然過度 依然有權 依然是惡法回歸公安法 就陷入了集結大本全部都產了 然後還有 剩下你的三級議會 剩下你的市政局 你不參與嘛 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 你不參與嘛 你不玩嘛 你不玩嘛 就剩下你啦 然後他罵你南立會的時候呢 他有藉口說 喂我給你選 我給你選 你不來嘛 是呀 光你的環 現在還有人在說 我們霸選嘛 所有泛民退出嘛 就傻了大哥 串土必爭啊 你給我頂著啊 我真的想四個自答 雖然今時今日 都仍有人在玩這招 會不會舊巧了一點 證明我們是Live 有一位聽眾Guy HK 留言說沒用的 司法複合得利已經到下次選舉 兩位怎麼看 當然不是啦 你司法複合得利的時間次序如何 所謂下次選舉到什麼時候 你想想上一節 很多年前 試過有劉山青的人出來 因為司法複合得利的選舉 說他贏不贏 都事小啊 那一下子的選舉時間 怎樣呢 是未到下次選舉的 想清楚這一下子 想清楚這一下子 今次所謂不給他 他緊急呈請 來出那個所謂禁制令呢 是在法庭確認了先前的判例嘛 就可以重選嘛 明白嗎 要不要等下一次呢 我也有點驚訝的 因為他不是說 沒有這個 Urgency 那我就說 沒有Urgency 沒有的 真的沒有的 不好意思 真的 習慣發言很神奇的一件事 之前已經有個判例出了 即使可以推翻重選的 既然有重選這個可能性存在的話 他不需要現在來截止你嘛 明白嗎 是 問題是大家也一樣沒有留意到 法庭也不太理你了 行政白癡的樣子 是令這麼多選舉有多重選 即是全新選過 還有我覺得 這位聽眾呢 你先不要管他時間長 還是時間短的問題 總之每一個 機會有得突破的呢 你都要去做 司法覆核有得做做 有得選舉情情做 有得選 選 有得票投投 千萬不要說是 做了沒用 霸就 很簡單一件事 司法覆核有一個過癮的地方 是甚麼加科呢 當法庭判斷你 可以司法覆核推翻選舉結果的時候 即使所謂坐在那個位置那些人 其實都沒有執行立法會權力 這是很重要的前提條件 那又變成真空 是真空的 即是那一個位置是真空的 即是那一個選區 都會是真空的 明白嗎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而那班的死白癡是不知道 重選 重選 重選到之前 那那個真空期發生甚麼事 那個位置是等於沒有人 缺席 即是那個選區裡面選出來的幾個議員 都不能夠執行 不能夠執行議員的職責 因為他整個選區要重選 要重選 明白嗎 所以過癮還有什麼加科呢 就是到底重選的規模範圍有多大 如果去到一個全面推翻的情況的話 會有一個很過癮的現象出現 大家說到ABC那一刻 有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到底立法會變成甚麼樣子 如果到時立法會根本 689是控制不到局面的 你自然就要下台了 因為自然已經分析過了 03之後 董先生不是即時下台的 董先生是05年下台 為甚麼 因為04的時候選舉出事 立法會也太陽壞了 即是說 陰典那個人是沒有辦法控制立法會的 區議會也大敗 連民建聯的區議會也全面會敗 立法會區議會也 其實共產黨是很深水清的 其實是計數的 極深水清 控制不到上面 他投資了那麼多錢 你想想他的維穩費 所以為甚麼 就是這次唯一 無論甚麼加法 如果我不當他是這個 即是無間道 港獨之父的話 那個太刁鑽 唯一的合理解釋 就是他明知道自己控制不到立法會 他就炒了這兩攤 延遲 拖有多久 拖有多久 就這麼簡單 這個是有兩個說法 一個就是 本身坐在香港的這個位置的人 就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搞亂的當餐 越亂就越可以 火中取失 另一樣 就是北京那裏有兩派在那裏鬥 一批就想找 楚江山那幫想找 你 比阿魯閘的那幫 想搞亂 就是有兩個這個論調出來 我第三個理論 第一個我覺得是 再加上 即使阿習的對家不搞亂 當家的人太疹 都自己亂 絕對 我覺得這個版本機會大一點 我有聽眾問問題 就說 波波峰問 如果重選 那麼選前的 不合法的立法會 審議通過了 會怎樣 有一個很吊詭的情況 到底在重選未完成的時候 是否有一個 合法的立法會 為什麼就是在於你這個規模 他有多大 即是重選規模有多大 吊詭在於什麼呢 發覺這次 其實幾次都是 曾鈺成主席點票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先例下了 何謂簡單過半 明白嗎 他計算是所有的議席 他計算是所有的議席 很過癮的情況 所以變成就是 如果你缺了那個人選 缺多少 才為之成立一個立法會 可以有效運作呢 這是很大的問題 大家沒有想過這件事 你記不記得有一幕 不是太久之前 他們沒有點人數 那個鑑促來了 目測嘛 是啊 兩個不同的概念 目測都之前有一個假設 我猜到有多少人在 而這個人數是過半數 過半數 你是說 全部議席的過半數 在席 議員的過半數 還是什麼加科 你經常點票 你經常點人數 你坐不夠 未夠法定人數開會 法定人數的基數是什麼加科 你決一兩個 我還同情的理解 你有機會過的骨 你缺幾個呢 很麻煩的 現在備受爭議 被人踢出 不能夠參選 匪話所說的剝奪政治權利 一年或者一屆 這幾個人主要是新界東和九龍西 那裏有九個議席 我記得好像新界東 其實他真的影響到的範圍只有兩個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九西都有的 九西加新界東 那如果在這兩個 加起來在整個 立法會裡面 的比例是怎樣 哪一整個 十多個 多的 十多個 七十多個 多的 都是六到七分之一的 是呀 多的 比例還比例 總數十幾票 那裏 因為新界東好像九票 好像 總共很多 那順便是一個很吊詭的情況 就是 視乎法庭有幾快 你重選的速度有幾快 因為不可能 在於立法會這麼多議席裡面 缺了直選那麼大一部分 你還叫立法會 那些人是不合理的 我真的不認識了 會不會說 譬如70席這樣計 他是要過半 你不是過半的議員 被取消資格 不是取消資格 而是投票的權 要重選 要重選 如果他說你不過半 你只是佔四分之一 那我們有過半數 那這些議案過了 即是六十人計七十 如果十個人 沒有辦法 做議員 要重選 在重選完成之時 你只有六十席 不是七十席 那是不是六十 等於過半是三十 也要過去了 所以我不知道 有沒有人在算 這些死竅 死數 我減你幾個人 我就容易過半了 這些真是未有孫力 我只怕這件事 剛剛Guy HK也回覆了 新界東是九席 九西是六席 加上是十五 十五 over七十 是啊 重要的 你想想如果六十席 他說不過半 三十 那你就是四分之一 真的 是啊 所以變成實在湖裏面 賣什麼藥 在玩哪一科 大家都猜不到 大家就麻煩細心計一條數 沒有理由舉手投降 而且都沒有這個先例 玩不玩的 兩個選區的議員突然間 沒有了那個 不能夠履行那個議席的職務 那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那個局面變成怎樣 完全沒有先例可換 等於 以前從來沒出現過 要選舉確認書 接著又說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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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我沒有說他能屈能伸是戰鬥力強的 肯定被人看見 他應該在之前已經算好 他在確認書做之前已經算好 要篩走哪幾個 所以剩下的所謂原念的麥加科 就是我預了你要重選 預了你會缺腳 而當時殘廢的立法會是否有權立法 這個問題就大了 因為立法會下野是沒有缺腳這回事 你不選他就沒有人選 他沒有缺人 他沒有缺人 所有他應該有的位置都有人在 他沒有所謂重選 這次真的絕對有機會重選 還有一個很恐怖的部分 就是那群泛民那群聰明子女 既然你這樣操控議會 我們就不玩 就等於九七哥一樣 我覺得泛民不玩也不要緊 有一群年輕人來玩 你泛民不玩嗎 民主黨不玩嗎 我來吧 我們年輕人是在立法會以外 立法會以內 就已經被人篩到沒得靜 然後篩淨了廢又說不玩 就只剩下建制 是啊 即是跟吳林立會一樣 我覺得他們以自己的利益考慮 也不會輕易說不玩 我記得五區公投的時候 誰出來放棄議席出來再選 都會爭吵 始終牽涉到議席是一個很大的利益 輕易說不玩 賭注太大了 無論對財政還是對個人的 除非你說真的 中央幫了一把忙 泛民也是建制的 他們自動當作聰明 你很厲害 所以問題就是 會很亂 這是真的 但是胡魯面說什麼藥 你還未知道 到底是否中央幫某部分的泛民手 其他道德光環的 全部是拒絕門外 還是主動刪除港獨分子 不要戒泛民的票 也有可能 你不知道 所以說 如果戰鬥力高強的話 so far so good 看起來還是中共高強些 但是唯一挑戰到他們的話 梁天琦小朋友 已經是局外了 有沒有Plan B 會怎樣搞 我猜不到 第三 是猜到勢力 暫時梁天琦說 是青年新政 會全力支持青年新政 這是他們的Plan B 即是政治理念接近的 講明了 政治是一個很個人的事 青年新政 除了游偉晶之外 我真的想不到其他人的名字 第二 就是他們 你說政治理念接近也好 但其實是很面目模糊的 不同 梁天琦是這麼清晰 還有她能夠 她的回應 我覺得很驚訝 連中出 中出楊子 她都答得很好 有理有節 她回覆選公會主任的時候 她擺明是玩笑的 她擺明我是很支持港獨 大力支持 舉腳支持 這些字眼 被人篩了出來 就覺得你很笨 但是 她是夠僵來玩笑的 你想想香港現在 我們看著那幫泛民 這個人又支持 那個人又支持 其實你在做什麼 像你所說 蕭公子 根本就是阿爺的反對派 阿爺養住的 包攬反對派的 溫和版 我們發覺 現在這幫新的年輕一代 他們根本沒有包袱 泛民 他們有經濟包袱 也有外國的道德 外國的道德包袱 有些左膠包袱 還有那些建制的 純粹是利益包袱 還有一群真心愛國的傳統左派 就叫做真心交包袱 真的交到不得了 你怎樣搓完禁片 他都對你死忠 那現在這幫人有什麼包袱 我看不到有什麼包袱 你說專業 我一輩子都做不到專業人士 我永遠都做不到中產 你什麼所謂 就跟你玩大他 所以這次 煽風點火這次最成功 只能說一個亂字 下一步會發生什麼事 就肯定會亂上交亂 現在放在刀口上 就是阿爺 到底就不就犯的問題 我不是他威不威 阿爺就不就犯的問題 要管得那麼死 要管得那麼細 真是顏面何全 還可以對外國的一國兩制 最慘的是他這麼多年來 他越管得細 越管得死 他就越亂 他每次想拿一塊石頭 扔人家 就扔回自己的腳 身邊的樓羅 又幫他搬多些石頭過來 搬頭大一點的過禮 嘩 你被做阿爺 我真的哭得出來 你們先看看他新的影片 看了沒有 是不是很精彩 有阿朱鋒是甚麼事 港獨、藏獨、疆獨、台獨 他們只認識一個叫黃朱鋒的年輕人 樂器 但他不知道這個到底是甚麼人 又不知道他講過甚麼 又說他有美國背景 大哥是官方片 官方 他找不到一些有水準的幫他做 還有阿南海 就說了美國的腳 這個小事 所謂有美國背景的話 一腳踩了半個小時南海 是 神經病 整個中南海 有些不是美國的 有加拿大 有英國 我回美國 我回英國 明天去北京 和去 差很遠 沒有一個是中國人 就這麼簡單 你一腳踩進去半個中南海 怎麼搞錯 誰做宣傳 所以他這些 你怎樣叫他們愛國 愛國和絕子絕孫 他竟然是同義詞 PK 對呀 愛國 跟著每個人都做了美國 我都說愛國沒有錯 他沒有說愛哪個國 因為我們是要來清楚定義的 由於人大釋法 當然 不用說我們認識 我們解釋 總之就是天下大 有一個人問一個問題 其實不值得說出來 但我不明白為甚麼你會問這個問題 熱譜成是人還是鬼 不用回答 我剛才的分析很清楚 很清楚 根本不是在於你 是人還是鬼 它是在於你 諸與不諸的分別 明明等湯的豬 他就送你入局 不敢湯 你現在是逃房 你明不明白 這些問題不用問了 這些問題也不用回答 中共只會考慮你的戰鬥能力 沒有料的廢物 就歡迎入場 全場 這就不簡單 戰鬥很簡單 他真的純粹講實力 講利益 講權 就是這樣 不要講道德 所以他們對於專業團體 是忌忌的 因為專業團體是有戰鬥力的 他有既得利益 他有立場 大哥 他就傷了出來 那是清醒的 所以為什麼兩條路線 一定有矛盾延伸度更加 但是專業團體有一個問題 他容易收編 相對 不是絕對 就是相對 會計界 法律界 牽涉到太多商業利益等等 他只想為了大陸的生意 他真的 就算你不是國內的生意 香港的生意 一樣 你就看了一些西環契仔 看到面不想打招呼 你做律師 你中銀 不跟你合作 就是這樣 但是有一些主要人士 都有一些是聰明的 戰鬥力很重要 在這個實力的問題 那個自治的權力 其實都是源自於 你的習慣法和基本法 也就是說 相對於守法的底線來說 這些人是比較聰明的 起碼你不會見到他 一年來香港給你祝福利利 這隻 所以根本跟文水門最大分別 你要維持 如果還有人 天真 要永續基本法也好 要維持香港社會現狀 也好 反而信得過的 是功能組別 這班人 凡文打死不肯認 有很多民主派都不肯認 你以實際的戰鬥力來計 你維護到五十年不變 以及所謂永續基本法的前提不加科 反而是專業界別 功能界別 而不是泛民 但功能界別太多賤人 太多代表地產商利益 我依然是講戰鬥力的問題 又講二十元章 我們又要看姓石 我純粹講戰鬥力問題 反過來 二十元章 你不喜歡那些 他就送了中國護士來給你 好嗎 你明白嗎 你想清楚 兩幣雙行取其欺 你要的是什麼加科 所以最慘的是 香港有很多普羅大眾 是兩難的 基於你的框架裡面 民粹與精英之間 他就是玩你這兩個極端 所以說這個不對那個 又說吸引鬼主義賤 那怎麼辦 我送了中國勞工來給你 我送了中國護士來給你 送了中國醫生來給你 一樣這樣PK 所以其實就是說 你看清楚 維繫到所謂五十年不變 還是什麼加科 反而功能組別 能力是強於泛民間奮搶的 這個我認同 如果我們拿香港的專業水平 跟世界其他大部分地方的專業水平一比較 dank華人社會已經是最頂部領域 你想香港人那麼喜歡台灣 你試試台灣的專業水平和香港的資料 Buller 沒有得比的 香港有多好 就是巴士經歇 全車人都燒光,香港沒試過 最多是巴士、滴落橋 好說沙士時台灣的醫生是走路的 真的能夠跟英國留下的專業水平比美的 真是德國、英國、日本 如果輸入這三個國家的醫生,很歡迎,快 這個醫務條例都通過了,不用整天拉布 如果這次是歡迎這些國家,而不是鄰近地區 變相移民的話,那麼多話要說 你所謂的能力來計算 反而我看好梁天琦這一輩子的年輕人 是一回事,我純粹看你政治上的能力 起碼比起你先前的那些泛民強得多 清楚得多 正如阿楊都留意到當時的義工 每個眼裡發光是有神的 是有意志的,不是裝使 你看企街那些,眼神最差的那些 就是建制派那些 正如蔣議員那些 準時收工 那些眼神一念望,夠了 還有葉麒麟那些 但是梁天琦那些,我見過眼神 那個眼神的表情是很一致的 不需要訓練他們有什麼紀律 一致不用,他們的心理質素是最高最堅的那些 拿六萬多票是完全不意外 所以為何阿爺真是心清眼亮 他真是知道主要敵人在什麼家火 不是在於你所謂宣稱的政治立場 這是次要,甚至不重要的 阿爺最留意的是你的戰鬥能力 是否有本事奪權 是否有本事去組織 是否有本事去反抬 由於這些年輕人完全不就先前 兩條路線的負擔框架的影響 反而他們是非常正宗要害去奪權 所以他們最希望呢 就是傳統泛民那些五六十的 繼續坐 繼續坐 希望他們繼續玩 最好民主回歸 建設民主中國 是完成民主回歸的大義協 落實基本法,尤其是二十三條 永續,麻煩一下 基本上都差不多做了 其實我沒有說過的 不過剩下十秒八秒 就是王衛基出來選是笑話來的 我們沒有討論過這件事 但真的不要想了 以及以後我們的節目 是否會改11點半呢 對,忘了錯,OK 拜拜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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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